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個當然是要祝Peter早生會子 因為有孩子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算一算Peter的年齡也差不多了 我今天真的非常替他高興 但是也有一個心裡的商一定要講出來 我一直今天我們全家都來了 是因為我們跟Peter真的像家人一樣 還有Peter的經紀公司機器人阿菲秀琳 其實我們已經認識差不多16年了 為什麼我說我帶著商來呢 因為我認識他16年 我到今年才知道他有另外一半 聽說這一位美麗的太太 他們已經交往了9年了 你看我都不知道 所以阿菲秀琳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經濟團隊 他們也是瞞我瞞到現在 你看我們經常見面聊天 每次B公都說沒有啊沒有啊 所以他們整個公司都有偶像包袱 我只是想在阿菲說阿菲 你其實夠實力了 可以放下你的偶像包袱了 好嗎以後有戀情請公開 對啊那個沈建宏是不是 叫他不要再叫我阿姨了 他在裡面 好我等一下找到算帳 我之前就指導過他要叫我姊姊就好了 因為雖然是備份的問題 但是因為沈建宏他已經長大了 他剛剛出電視劇的時候 他還小小一個 他現在真的很像一個你知道嗎 有肩壯的男人 那他看起來年紀也不小了 那他叫我阿姨讓我看起來更大 很快了 很快了 沈建宏也快了 喔沒有我像包袱 我看他誰厲害 你說沈建宏也快了 快結婚了 哈哈哈哈 好了很替很替Peter高興 然後 我有跟Peter說 結婚前一定要讓我見見你太太先 不然婚禮我不去了 我這個傷痛沒有辦法處理 結果我們就在我的家 然後我就見到Peter美麗的太太 小聚了一下 我覺得很替他高興 然後 恭喜他們就是 嗯 你不要跟我先發 快結束了不要結束了 快結束了 哈哈 包包了 武器的光歸了 所以相信他們很快的 就可以了 好我們先進去了 今天 沈建宏你給我上來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是姐姐還是阿姨 姐姐 對啦 你看阿伯都是你亂說話 恭喜建宏 今天在韓國很好 可以唱一句韓文給我聽嗎 我沒有聽過你現場唱嗎 我沒有聽過你現場唱 快點 快點 好唱 謝謝 謝謝 好厲害喔 謝謝這邊姐姐 那我現在其實是招待 我是來帶你入座的 好 走吧走吧 走吧